字幕作词 李宗盛 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上集我出来介绍了 梦渔家的历史 和佛街的关系 以及和清明梦的义童 今集就会讲一下 清明梦和梦渔家的基本通用技巧 以及各藏传佛教派系的个别指引 资讯量好像颇多 但其实很少 如果大家对梦有兴趣 请留言给我知道 我想要开一个新系列 IG会分享多点我的梦 有兴趣就去看看 以及以下的清明梦练习 大家不妨玩一下 但如果想认真收集梦渔家 都建议大家跟上师学 OK? 那我们进正题了 Let's start 梦渔家最经典的步骤是 记得梦 知道发梦 稳定保持清明状态 控制及转发梦境内容 最后就是消除梦境 达至一片明正 梦渔家上师非常强调 日间练习和睡前收集的重要性 因为对提升梦中清明程度非常有效 日间收集来说 基本上我们要留意身边一切事物 越仔细越好 之后去截取一些资讯 从而带到夜间收集 具体一点来说 我们要开放感 留意到东西最西微的部分 无论是路牌的内容 还是字体 又或者一些建筑物 或者交通工具的颜色 结构 甚至是在你上班的地方 那个钟 上面条指针是有多粗 多幼 是尖头 还是炖头 又或者一些 食物的味道 质感 人和空间的气味 和摸东西的触感 都是要将他们进修眼底 好好感受 和告诉自己 一切只是梦 感受都是 当突然间 emotional 或者被人骂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重复 我是不是在发梦 我只是在发梦 我现在看到的 感受到的 全部都是梦 这些小练习可以令人提升平时的觉知 那么在梦中 就有更高的机率 去知道自己在发梦 例如在梦中 发现上班的款式不同了 明明本身是银色尖头 但现在就变了白色炖头 家庭的鲍鱼策 的颜色都不同了 食物又淡而无味 连摸的石头都变得軟 身边的本身很臭的人 突然变得香噴噴 这些信息 都会令你更早点发现自己在发梦 问得多自己是否在发梦 梦中都会反射问自己 到时就会意识到自己在发梦 多些做状态检查 一个清明梦的常用技巧 都很帮到手 例如醒的时候 突然跳起 又或者设定一些状况 就要跳起 例如一见到猫就跳一跳 因为在梦中跳起会停滞 甚至你双手一撥就会飞起 而透过经常在清醒状态跳起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梦中都会大些机会跳起 或者一见到猫就会跳起 所以都是会令你更容易意识到自己在发梦 这个都是我经常做的 我时不时就会问自己 OK 我现在是不是在发梦 我应该是在发梦 如果我现在发梦 我一会跳起 我就会飞起 OK 然后我就跳 那就真的认真地跳 然后 哎呀 掉下来 我应该不是在发梦 如果我在梦中跳起 就会飞起 是的 你会留意到 不停重复这些句子 因为透过这种重复 就可以加深到印象 另一个技巧就是 看字 什么都可以 看一看字 撇开视线看第二道 之后再看回 但在梦中的文字 多数都会模糊 或者乱码 每一眼就会转一转 另一个我经常用的技巧就是 当我觉得自己在发梦 就会用指尖用力 捅入另一只手的象心 就是这样 吁吁吁吁吁吁 因为在梦中 是会吁得过的 会有一种 即使是有点阻力 但就像像橡胶 一路插一路插 就会穿了 而以上技巧的重点就是 你要深信身体 会像梦中的回应 也就是 我起了之前 是相信自己真的会飞起 我真的在发梦 因为的时候 都会觉得一定会穿的 如果不是 你梦中的身体 是不会这样回应的 但坦白说 就像Inception 这些Token 最好是不要提 会比较好 因为越讲大脑 越会知道 这是一个小把气 之后 就不会给你回应 要知道 梦和潜意识 是很狡猾的 它们会用尽一切的方法 令你相信 里面就是真实 就像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 都是这样 哼哼 我这几个方法 经常和身边的人分享 论文也写过几次 接着又经常说 现在又多说一次 搞得我 现在常常在梦中 都未必会飞起 甚至是很大力地 都不过 但这些方法 都可以先用 之后 就要发展自己的Token 我们之后 说到梦境征兆 Dreamsign 都会看到 另外就是 平时可以将一切的观赏物 即是你看到的东西 好像变魔术一样 变现不同的景象 看到洞领茶小甜 就可以将它变成 三杯人那么大的洞奶茶 将不想见到的人 转化成隆续 再将在地铁见到的人 性别互换 放大宿世 这样的话 就可以加强你的控梦 和转化能力 以上的收集方式 灵马派称为 日间梦瑜伽 本家就视之为 朝早的心理准备 但目标也一样 就是将日间的经验 当做梦 去为夜晚准备 虽然有很多 令人在梦中更清明的方法 但大元门上司 南开乐布 大元会不会觉得清明力 是一样需要主力去收集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样 你收集了正念 又或者觉察之后的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平时已经有保持觉察 行住在外 每一刻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那么在梦中可以清明 是理所当然的事 Please be mindful off the platform 睡前收集分为两大类 一 生理上的准备 即是呼吸练习 又或者摆一些特定的姿势 二 心理上的准备 例如尋笑聚焦物 和带着煽动力入梦 以上的收集均以放松分心 以及在入梦之前 可以保持到一定程度的觉察为目标 我们先讲呼吸练习 坐在这里还是躺在这里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坐船里面 子 观 的 子 的阶段 于壮传 称作 Giant 单身旺杰人波茨 一位灵马派上司 就介绍了九个正化呼吸的方式 如果你是男性 请以右手无名指 按住右边鼻翼 然后想像自己在吸一股绿光 然后呼出 一共是三个呼吸 之后就到另一边 都是三个呼吸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就用左边开始 最后三个呼吸 请以两边鼻孔吸气 同时想像吸绿光到腹部 呼气的时候 就想像绿光一路冲上头顶 这个收集可以令身心平静下来 姿势方面都很重要 不适当的姿势所产生的身体不适 会引发负面梦 我就实测过 如果鼻被被蓋住了 又或者连步场太近 而阻碍了呼吸的话 就会发那些浸出的梦 基本上正正经经睡就OK了 即是面向上方 打側 而不是趴着睡 或者扎着手 把脚放上头之类 但最推荐的 都是sleeping line position 拼抬圆直时候的姿势 男人的话 请向右份 右手抬着下巴 然后用一只你舒服的手指 按住右边鼻翼 左手就轻轻放向大腿 就可以了 即是 这样 大大喇嘛就建议直接坐在这里收 因为醒睡一些 就可以带着更大的角刹 清醒地入梦 但熟习了之后 姿势就不太重要了 之后就到聚焦之文 我想跟我的影片跟得很贴的人 都听过我说几次了 专注观赏一个白色的作文字母 阿在身体中央 英文都OK 最重要是有个阿的发音 你可以print它出来 放在床头 看一看之后 躲起眼 它应该会立即出现在你的思维里面 你也可以想像一连续的阿 在心轮位置升起 一直上升到头顶 再向下回到圆柱 一个接一个 这是为你的明性充电的方法 重点是 要令阿准确而清晰地呈现 同时要保持放松 南海诺布人波士就补充说 这个阿可以代表自己所有上司的种杂 直由发出阿声感受上司的加持 就可以进入跟他们已经正知了的各支 融合在一起的状态 想记得梦的话 就想像一个红色的阿在后头 或者一粒红色的两株在 额 我常常说眉心 在额头 想梦清晰一点 想像个阿在心脏的位置 或者一粒白色的两株在眉心 嗯 今次是眉心 密宗就建议具现化神奇 甚至想像自己就是神奇 去生起一个已正悟的角知 以上收集的目的 都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 去令我们不费吹呼之力 就可以带着这种定的角知入梦 乃至现实 心理任势都很重要 不同派系都强调 我们要有很强的信念 去用梦进行灵性修行 直至于潜意识种下种子 即是留下一些业力痕迹 去令我们在梦里面更加容易清醒 很简单的 就是在睡觉之前不断重复 我今晚会在梦里面醒 之后修行 我一阵会发现自己在发梦 之类 另外 上师都非常推荐 带着一个充满善意的心理状态入梦 例如慈悲 又或者想着一些志向 例如 我发梦是为了收菩提心 为了导一切众生 不少上师都说 这样会令人更加清明 在梦里面 进行灵性修行的方式 多到爆炸 但收之前 最起码都有持久的清明能力 当梦境开始消散 意识开始蒙蒙 一些清明梦技巧 可以令到梦变得清晰 一 一 转圈 二 专转看着某一件事 三 磨擦身体 擦自己的身 我的小技巧 就是去读字 无论是街边的路牌 又或者看着的书 导书 导书 各种 就真的拿着 或者看着 然后读 因为要出梦的时候 会很panic 然后画面就开始 瓦解 变白 而透过这个读字的过程 就会令我平静 然后梦会慢慢清晰 梦里面曾经有个人跟我说 不用去转圈 或者特意做什么 最有用的方法 是好好感受梦 感受阳光灑下来的温度 听听身边的声音 专注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但坦白说 虽然这个方法 真的可以令人 留在梦里面 但要保持清明 就比较难些 因为真的去认真感受梦的时候 就很容易将你身边 经发生的一切 变成理所当然 之后就会失去意识 就像平时发梦那样 播片 醒了后就会发现 我又中了伏 有了稳定的觉知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灵性收集 以下先句纪例 综合至不同的上司 学者 和我本人的经验 虽然我的经验是 比较皮毛一些 不一定要先行推进 step by step 但后面的会更进阶 一 飞 例如在原来边 一夜跳下去 克服恐惧 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 二 做一些物理上 不可能的东西 例如穿墙遁地 隔空取物 去摆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 认知和所谓常理 直至明白事物如抱影 三 转化东西 改变它的特性 如果身处在办公室 将它变成阿马逊松林 甚至黑洞 又可以将一只 快踩遍你的恐龙变成佛 再将一位佛 变成千万位佛 再将它们全部变成会飞的夹甲 正 如果feel ready 生起一些梦魇 一些妖魔鬼怪 又或者小时候 看到一些 留下了 落印的东西 例如电视卖奏广告的小朋友 天线得得B的太阳 又或者玩NDS的 Resident Evil断头的一幕 改变它的结构和特性 例如将小朋友 变成超级可爱的小正态 扭着你带它去吃拉面 又或者买蠔形 夾公仔之类 去明白它的空性 又或者生起一些 你放不下的人 事情境 和经历过的创伤 再次面对它 接受它 刚才也提过 你可以将自己变成神奇 用以证悟的角度 去了解一件事 很纯粹地看看事物的本质 四 将自己化作其他众生 以起慈悲心 例如吸自己血的蚊 逃房里的牛 水族馆里的小丑鱼 你老板 又或者 討厌的亲戚 和你想他死的人 五 将自己化作一股精力满满的能量 冲出你的軀体 去哪里都得 甚至入人家的梦 顺带一提 达拉拉玛说过 西微心只会在这个阶段 和中任阶段生起 可以帮助人进入明光睡眠 六 坐膳 观梦 并移除梦 七 各知特究竟 在一片燦燃清明中 纯粹休息 没有任何物我比我之分 是梦瑜伽的最后阶段 我们当然不能一步登天 一开始是需要花多些力 但随着慢慢慢慢 练多些 用多些技巧 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发梦 应该会 醒醒后 请同样做白色R的练习 轻轻R一声 听到和感受到R的情愿 就可以了 在梦现在出入阶段 最重要的是记得梦 记得梦 才可以在当中找到提示 从而在梦中启动清明 让我讲一下技巧 醒醒的时候 尽量不要动 不要开眼 维持着姿势 回顾一次梦境 回顾一次之后 就可以记录梦境 开一本你自己的梦日记 我建议放一本notebook和几支笔 在你的床头 就像这样 个人经验来说 只不过记得多很多 和清晰很多 用电话的确是快 方便 很快就搞定 但它会消除某部分的记忆 但首先的缺点就是 很累 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每天起了身之后 都要用一个多两个小时 去不断地写 可能写六七个梦 大约二千多三千字 而觉得很累 然后就不想再记 因为觉得 我一记就一定要尽量详细 所以我又不想自己 拿楼摊的写point forma 直接就懒惰了 然后就没有记 所以就看看你如何取写 但无论用什么方法 写的时候 有多仔细就得那么仔细 用你以前学过的 定点描写法 布依法 绿河法 还有记质文 描写文 总之各种的作文方式 去写爆它 甚至用一些图案 线条等等 去画清楚 那个地方的结构 或者一些特别的图案 是怎样的 用你的方法去记清楚它 不要只写几个point form 就算 描述些东西的时候 都要很清楚地写自己的感受 就真的 呃 所有东西 总之 仔细 之后 就highlight一些梦境征兆 一些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例如 看到一些已经走的家属 一只绿色有八只脚的伤头猫 又或者去回小学的学校上堂 开几页或者一个session 专写这些梦境征兆 接着再试你出哪些是经常出现的 以我为例 就是 很急了 但所有厕所 一旦就删不了 一旦就很骯髒 一旦就 那些人会看到的 周来迟到 跑回中学 但对脚很远 跑到很慢 去到counter енitor 后总是要拍卡 potentially有点阻止 还没有 然后便有太快 回去小学 和乘过的家 它看上升和上升艘 非常快的梦ament 还有绿色 赤裸 等等 这些提示会令我很快就知道 自己在做梦 然后 当我遇到类似的事情 就却发生状况 就随了状态檢定 例如我现在在升至 Peace 或者到厕所 都会问一下自己 我是否在做梦 afterlife 我應該是在發夢 之後就跳一下又刮一下 也會不斷跟自己說 如果我遇到以上的情況就是在發夢 最後就是多點重溫本夢日記 回想當時的畫面 這樣會增加之後發夢的清晰和仔細程度 而且真的 你看看會發現很棒 至於解不解夢 夢如家上司是不建議的 我自己都不會 但是釋除專辯 如果真的要解的話 最好都是just for fun 參考一下就OK 不需要太執著於某樣東西的象徵意義上 睡覺和發夢都是用來了解生死 預備好死亡 睡覺和死亡 睡夢狀態和終任狀態 以及醒來和再生都有非常多的共通點 例如入睡和死亡都是一個消解過程 一個遊戲所改變的細微生狀態 換句話說 人入睡和死亡的時候都會從肉身脫離 兩者均適合到意識轉移和感官經驗消散 不少上司和學者都指出 入睡和死亡的一刻都會出現一瞬間的明光 而人發夢和死亡的時候都不會知道他們發夢和死亡 死後那些無法演出幻想之虛幻本質的人 就會隨著欲望和恐懼的孽風飄蕩 看到一系列的可愛知識和怪識相 直到重新投身成輪迴中某個形式的眾生 入睡都一樣 煎落入無意識的一片黑暗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畫面開始浮現 然後我們會看到由心做的 枯形枯式的畫面 再感知自身牽伴著各種業力的肉體 這種對我的執著就會引發業力夢 我們會深信夢境內容 並為此生起各種情緒 醒來的時候 夢中的虛妄之身就會慢慢昭散 我們又開始生的一日 就好像輪迴一樣 有些夢境徵兆和死亡徵兆都重複了 例如沒有了影子或導影 看不到太陽和月亮 踩過沙或雪的時候 都不會留下足跡 佛家認為一切如夢幻抱影 而我們想想這句話的意思 又真的挺合理的 因為無論是發夢 還是所謂的清醒狀態 我們都被很多概念 常理 前設 或者信念所帶著 很輕易就會相信眼前虛妄之事是真實 甚至還會去證明他們的確存在 例如在夢中 我們會覺得一個人有六隻眼都是合理的 明明已經出來工作很久 但都會相信我們在夢中 就是要考個Mog Class 跟中學同學一起上課 而所謂的清醒狀態 我們都會深信藍色是藍色 西蘭花是蔬菜 蕃茄仔是水果 一加一就等於二 做人就要結婚生仔 性別只有男和女 開蟲是開蟲 那些是對的 那些是錯的 那些是正統的 那些是意見的 等等 有些人會覺得 嘩 你說到人生如夢很悲觀 所有事都是沒有意義的 是虛妄的 那不如什麼事都不做 但其實一點都不悲觀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 就可以把握機會認清什麼是現實 清醒的時候 不妨在不傷害自己和他人的前提之下 去挑戰那些所謂常理規矩和規範 就好像佛陀會鼓勵弟子 自己實測所有事 包括佛法 而非盲從 夢修集 可以作人開發覺察之力 減輕意願思維和惡見 不被種種的煩惱 貪愛等等牽伴住 死後就可以直接進入明光階段 人生就是生死之間 亦都是個中任生 在此期間 夢瑜伽是個非常好的收集 上司提過 夢中修行的效果 會比日間強九倍 效果好 當然都有風險 所以帶著一個良好的動機 使用夢是相當重要的 不是用夢去逃避現實 又或者覺得自己適控夢 就好型、好威、好聰明 之後在自滿 這樣的話 只會塗添執著煩惱 繼續痛苦更加危險 我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會形容是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做夢 甚至可以說 我是靠著夢才有勇氣生活下去 外面就好像有另一個平衡世界 還要心想事成 想做什麼都可以 真是超棒 而我是沉溺到 開始分不清楚 什麼在所謂的現實發生過 我不是已經回覆了訊息了嗎 M幾杯凍檸茶不是要29元嗎 我還因為這樣而去投訴 很生氣的 我一會兒不是要去做測試嗎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真的發生過 然後就開始覺得有點危險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發現我的執念 只會令彼此更加痛苦 於是我就刻意停止發簽名夢和記夢 即是不再做以上的收集 一醒就立刻去看電話 然後什麼都不管就起床 就這樣維持了一年多兩年 一無練就會變麻瓜 所以那個時候的我 已經不太記得夢是什麼 就算記得也是超級零碎 直到我準備夢如嘉編掃 某一晚大師兄回來了 仔細如創 細緻和對話我略過了 但大概物樂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6點53分 11月11日 我在家走廊 窗外滲透著一些白光 我跟他見了面 閒話加償 感覺很舒服 我們聲音好像加速filter一樣 非常溫潤而動聽 每一下都撥人心眼 他的感覺不再是以前那麼淒涼 不再有苦說不出 不再需要刻意壓抑對我的情感 兩個人的互動非常自然 就好像他從未離開過一樣 廚房門口旁邊 近天花板上方 有一個紅色電子倒數計時器 顯示著16分45秒 他說他半年會跟我見一次面 差不多到3點的時候 3點? 差不多到15分的時候 計時器突然變到剩下5分鐘 我有些慌張 立即跟他說 但下一秒又變回15分 他說 還有很多時間 我們繼續聊天 臨走前 還剩下約2分鐘 我送他出門 跟他說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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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努力做一個更好的人 讓我多做夢 我現在OK 我拿了獎學金 他沒有什麼反應 但我知道他明白 即是現在已經不需要什麼反應 面部表情是人類交流才需要的 好吧 拜拜 我說 最後兩秒 他走進升降機 進去前 撇頭看一看我 我躲起眼 眉心跳動了一下 有點刺刺地 畫面變白之際 落下了一句 Thank you 那天之後 我就開始繼續做夢了 我想大家看完這兩條片 都會生氣想玩一下 清明夢 又或者收集夢瑜伽的念頭 甚至當晚已經發了清明夢 再次寄予 可以享受 但不要執迷於經驗 That's all 結論是 人生有三分一時間 都是在睡覺 不用來修行 不是好事 不要讓夢控制你 而是你去控制夢 發夢 你 原來早日 離婦得樂 See you 我今天都好累啊 所以直接睡覺了 在這裡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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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